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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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此款新飞行器具有平坦的切形机身,有助于提升其超音速升足比,并使其拥有更强的机动性,使得早期预警或拦截更加困难。 前美国宇航局局长,现任五角大楼国防部负责研究和工程的副部长迈克格里芬在2018年早些时候表示,中国为可从千里之外发动打击的高超音速导弹,构建了一个相当成熟的体系。 中国并非唯一研究开发高超音速武器的国家,美国和俄罗斯也在加紧研究这种武器的步伐。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年6月份表示,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系统已经达到了20马赫的速度,且前卫高超音速滑翔导弹将于在2019年投入使用。 另外一款新型核洲际单道导弹也将于2020年投入使用。 美国也在开发多款新型高超音速武器,包括高超音速技术2、HTV-2和AHW先进高超音速武器。 今年早些时候,美国空军拨款10亿美元,用于设计和开发可从战机上发射的高超音速导弹,转载必须注明出处,否则追究法律责任。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